大家好,最近朋友問我,你為什麼老是喜歡往台灣跑 我告訴大家,台灣真是個好地方 那地方氣候非常好,風景也好,人也好,制度也好 這個地方本來是應當成為亞洲的瑞士的、亞洲的夏威夷的 很可惜,只有一個因素不好,讓台灣不能成為人間樂園 這就是台灣跟大陸太近了 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太緊密了,太深了 所以中國大陸發生的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影響台灣的安全 影響台灣的發展,所以說台灣人一定要了解大陸正在發生的事 還要了解大陸的走向,只有在充分了解大陸以後 大家才能夠判斷台灣的趨勢才能夠知道 怎麼樣才能最符合自己的利益,怎麼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 我在台灣住了幾個月,根據我的觀察 很多台灣的朋友對大陸是非常不了解 對大陸有很多的誤區 比如說,很多人認為大陸現在的經濟好得不得了 台灣要發展經濟,一定要依靠大陸 還有很多人認為大陸的武力很強大 隨時都有可能拿下台灣 因此一定要和大陸搞好關係 其實不僅僅是台灣人 北美洲的,歐洲的也有很多普通老百姓 都有這種誤解的 中共過去這幾十年,一共花了幾百億美金 在全世界搞宣傳 他們把這個叫大外宣 真的這個大外宣的錢沒有白花 真的是欺騙了迷惑了不少的人 只有那些學者專家,他們收集很多資料 做了很多研究,這些人才知道 中共現在實際上是虛弱的不得了 美國和歐洲現在很多智庫 很多這個政治家,政治人物 他們都知道中共現在是處於崩潰的邊緣 所以這兩年大家看一看 美國歐洲很多國家對中共現在非常的不客氣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知道中共的底細嘛 因為他們知道中共現在已經是走投無路了 短期之內就有可能有大變化,有大轉折 中共自從79年改革開放以來 在國際上一直是順風順水 美國、歐洲對中共那是相當客氣 非常照顧,一路一直讓他們打順風車 發展經濟 尤其是2000年代初 他們讓中共加入了WTO 讓中國的廉價商品 大量的生產,大量的銷售到美國、歐洲、日本 本來這些國家指望著他們把經濟發展起來之後 中共經濟發展了,就開始可以搞政治改革 可以變成民主國家 他們為什麼希望中共變成民主國家呢? 很簡單一個道理 過去200多年,民主國家之間從來沒有爆發過戰爭 民主國家之間即是有衝突 也是用談判的方法來解決的 因為民主國家,老百姓做主 他們只想過自己的安穩日子 不願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女送上戰場的 不到萬不得已 他們是絕對不希望打仗的 如果兩個國家 民主國家利益發生衝突了 都是老百姓做主的 那麼他們就一定是用談判的方法解決 因為一旦你開戰了 即使是打贏了 自己的子女也有可能把命送掉了 誰願意冒這種風險 誰願意為了利益犧牲自己的小孩子呢? 獨裁國家就不一樣了 國家的這個決策者 他不僅僅是說過個安穩日子就算了 他們總是想要更大的權力 要更大的榮譽 統治一個國家對他們來講 那不行,還要統治一大片好多個國家 甚至是還想統治全世界 過去獨裁者都是這樣 而且呢 在他們追求權力榮耀的過程中 他們自己總是認為自己不用付出代價的 他們不需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前線去當炮灰 當炮灰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 所以說呢 只要獨裁者有一點點獲勝的機會 他就毫不猶豫的發動戰爭 講得太遠了 現在咱們言歸正傳 西方國家對中共照顧了幾十年 後來發現他們自己搞錯了 中共不僅僅沒有變成他們希望的民主國家 甚至是在民主人權方面不斷倒退 更讓西方接受不了的是 中共發展了經濟之後 有了錢之後 還有滿世界的 就是搞滲透啊 搞擴張啊 想控制全世界 所以說現在呢 以美國為首的這個西方國家 現在已經對中共是徹底的看清楚了 已經開始全面的打擊和圍堵中共了 而中共這方面呢 他們沒有想像的那麼強大 就在前些天啊 川普發了一條推文 他們就讓中共亂成一團了 損失巨大 川普說要把這個關稅提高到25% 中國股市馬上就大跌了 市值蒸發了4萬億 這等於是中共4年的軍費的總和 一條推文就消耗了4年的軍費 你說中共現在虛弱到什麼樣的程度 美國和歐洲已經決定了不再讓中國啊 這個隨便的侵犯他們的市場了啊 中國的經濟就馬上就要走入死胡同 中國過去是靠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製造廉價產品 然後呢向全世界傾銷 這種經濟模式發展的模式 現在已經是行不通了 很可笑的是台灣還有一些政客 還在鼓吹要依靠中國發展經濟 比如說韓國瑜他就說了 你們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行了 不跟中國搞好關係 怎麼能夠發展經濟呢 那現在全世界都在圍堵中共了 都要跟中共切割 現在只有台灣的政客還想接近中共 還想霸解中共 還要跟中共綁定在一起 說出這種論料的只有兩種可能性 要不呢 他就是被中共操控的一顆棋子 要不就是他根本不了解國際局勢 在這方面是腦殘 讓我感到很遺憾的是 這種人在台灣居然還有很大的市場 而且是台灣的超級網紅 是台灣的政治明星 雖然我很喜歡台灣人 認為台灣人非常友善又有教養 但是我還是不得不說 相當一部分的台灣人在政治判斷力方面 真是不敢恭維 韓國瑜會喊口號會說俏皮話 但是真正的是沒有什麼真才實學的 連施政綱領都沒有 那一些台灣人把這種小政客當成台灣救星 還要支持他選總統 讓我說你們什麼好呢 大陸現在 經濟是徹底不行了 即使是跟美國達成了協議停止貿易戰 也已經是傷筋動骨了 元氣大傷了 根本不可能恢復 只有往下走的份 那因為他靠對外傾銷產品這種發展經濟的路子 現在已經走不通了 不僅僅是國際社會不能容忍他們了 中國年輕的一代人也再不願意跟父輩一樣 當一輩子廉價勞工了 現在中國民間是怨聲載道 老百姓上街抗議的這種事件 每年有幾十萬起參與的人有三千多萬 現在經濟還在不斷下滑 失業的人口還在不斷的增多 物價還在上漲 所以可以估計的是老百姓抗議的這個頻率 這個規模還會不斷的增加 增加到一定程度 比如說有五到十個城市 同時爆發了大規模的街頭抗議 那麼這個時候 就可能激發出全國性的這種民變 從現在經濟局勢看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大陸有可能就爆發這種大規模的民變 民變又會引發兵變和政變 這就是所謂的顏色革命 中共當然知道他們面臨的風險 所以說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習近平和公安部長趙克志就說了 今年主要的危險是顏色革命 所以說防止顏色革命 保護政權 保護政治安全 這是今年的主要任務 他們也意識到過去的老路 現在已經走不通了 那麼這麼走下去 如果繼續走下去 一定會亡黨亡國 那麼窮則變 變則通 向哪個方向變呢 無非就是兩條路 第一條路呢 就是台灣道路 學蔣介石搞民主改革 把中國大陸也變成民主國家 但是呢 中共不是國民黨 習近平也不是蔣經國 他們是不願意走這條路的 話說回來 即使是他們願意走這條路 搞民主改革 現在也太晚了 他們過去這幾十年呢 做了太多的壞事 拆老百姓的房子 搶老百姓的地 警察天天在街上打人 幹部天天監營別人的妻女 從中央到地方 這些政府官員呢 就是想盡辦法搶老百姓的錢 老百姓對他們是恨之入骨 敢怒不敢言 只要老百姓 有一點點機會 那有一點點能力 就會把他們徹底敢下台 要徹底清算他們 壞事做絕了啊 仇人太多了 那就不敢放下屠刀了 那第二條呢 第二條路 就是北韓道路 就在把中國大陸 從現在的這個威權專制體制 變成北韓的 絕對的極權專制 概括的說 就是要搞軍管加上配給制 軍管呢 就是用武力來控制老百姓的言行 亂說亂動 立即拉出去坐牢 拉出去槍壁 配給制呢 就是要控制老百姓的生存資料 食品啊 住房啊 醫療啊 都要由政府來統一的操控 一搞軍管 他就再也不用擔心了 這個老百姓抗議了 一旦實行了配給制 他也就不用擔心經濟危機了 北韓啊 就從來不用擔心經濟危機的 老百姓餓死了 你也不能造反 這就是現在啊 習近平政權 他們唯一的出路 只有北韓這種政權 他才能經得起這個經濟危機 經濟崩潰這種打擊 才能在這個經濟崩潰之後 還能繼續統治 其他形式的這個威權政治都禁不起 這個大經濟蕭條 經濟崩潰的這種衝擊的啊 比如說像過去 這個印尼 蘇哈托政權 埃及的這個穆巴拉克的這個政權 那經濟危機一到啊 一衝擊 顏色革命就爆發了 政權就垮了 所以現在習近平呢 他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但是呢 還不是絕對的權力 中共基本上還是屬於威權專制 而不是北韓式的極權專制 從極權的這個程度上來看啊 習近平比金正恩還差一大截 要趕上金正恩 他有個辦法 那就是成功的發動一次對外戰爭 只要這個戰爭一開打 他就可以順勢的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就可以開始進行軍管 開始啊 實行了這個戰爭時期的佩戟制 如果戰爭打贏了 那習近平完全掌握軍隊 掌握了軍隊 他就能夠啊 完全制服黨內的其他的派系 就掌握了黨 掌握了黨 他就可以用這些軍隊用這個黨啊 來鎮壓 來控制全國老百姓的反抗 那麼這個對外戰爭 他們打誰呢 看一看周邊國家啊 幾乎啊 都不能打 要不呢 你就是私出無名 比如說北韓啊 那中共小弟啊 你要是打他全黨全軍都不會同意啊 還有一些這個小國家 已經跟其他的大國結了同盟了 都不能打 比如說中那個中亞的國家 是俄國的盟友啊 東南亞的是這個美國的盟友 那當然還有一個印度 中共是想打 但是打不過啊 因為現在印度啊 跟60年前的印度那是不一樣了 印度軍隊啊是很強的 而且呢 他們還有地利之變 比如說中國要打印度了 那後勤補給都成問題啊 因為他要穿過喜馬拉雅山呢 很容易這條補給線被切斷 所以他們不敢打印度 那環顧中國四周 只有一個地方 他們可以打 那就是台灣 中共一向啊 就是用祖國統一這四個字 來對全國的老百姓 全黨全軍來進行洗腦的 所以對台灣動武 國內反對的聲音不會很大 只要中共經濟崩潰 他們立即就會對台灣下手 然後宣布軍管 從今年到明年啊 這段時間 這是台灣的高危時期 現在台灣是民進黨執政 民進黨對中共呢 是非常警惕的 最近幾年呢 又和美國的關係啊 搞得很好 那軍事上的這個聯繫也越來越多 那現在台灣的軍力啊 再加上美國的支持 有情報方面的支持 也有武器彈藥方面的支持 還有外交上面的支持 如果是真正的中共啊 想跟民進黨執政的這個台灣打 那美國還有可能直接介入 在這種情況下呢 中共想武 這個武裝統一台灣呢 那基本上是白日做夢 那首先他們的這個空軍的這個武器裝備 不如台灣的空軍 如果是美國要這個台灣要求美國介入了啊 那這個中共就更沒有勝算了 掌握不了制空權 那中共的海軍就越不過台灣海峽 中共的陸軍呢 也就不能登陸台灣 武統就沒戲了 所以說只要反共親美的這個民進黨執政 中共是占領不了台灣的 行事需要的時候呢 他們也會打 打不了台灣打哪裡呢 他們會打金門馬祖 這兩個地方啊 離台灣太遠了 離大陸太近了 而且現在基本上是不設防的 中共會佔領這兩個地方 然後就宣布啊 我們取得階段性的勝利 然後就繼續對台灣呢 進行武裝騷擾啊 保持一個軍事上的這種對峙的狀態 然後藉機啊 就在全國實行軍管 建立北韓的那種集權專制 明年年初呢 台灣就要進行總統大選了啊 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 中共啊 有可能去打金門馬祖 但是呢 他打不到台灣 如果是 國民黨執政 那麼局勢會怎麼演變呢 我來給大家推演一下 國民黨現在黨內啊 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 那就是要跟中共啊 要簽訂和平協議 這樣來保護台灣的和平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有了和平協議 就有了和平 因為中共從來沒有 遵守過任何的協議 再說了 國民黨你用什麼名義 跟中共去簽和平協議呢 如果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中共絕對不會接受啊 因為中共接受了 那就說明他承認一邊一國啊 所以說要簽和平協議 國民黨就一定得承認一國兩制 而台灣絕大多數人 又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啊 所以只要一開始跟中共談判 台灣就一定會有大規模的民眾來抗議 這個時候啊 中共他就會以平息台獨內亂的這個借口啊 進行全國總動員啊 發起對台灣的戰爭 咱們再繼續推演一下 如果當選總統呢 是極端的親共派 國民黨內的極端親共派 那他們就有可能下令不抵抗啊 那也有可能呢 拒絕美國介入啊 甚至有可能把台灣的軍事情報 全部交給中共 這樣台灣的這個防衛力量 尤其是空防的力量啊 就會受到中共的精準打擊 那這個戰爭就沒法打了 現在國民黨內呼聲最高的兩個人啊 都有親共的背景 郭台銘是靠中共發財的 而且大部分資產還在大陸 韓國瑜呢 曾經在大陸接受過高級的政治培訓 而且和中共太子黨情報投資過重慎密 這種人如果是當選了台灣的總統 台灣三軍總司令 台灣的安全能夠有保障嗎 那國民黨內還有其他人 比如說朱立倫啊 王金平呢 那這些人和中共的聯繫就少了 那但是雖然他們呢 這個中共對中共啊認識不清 還有點親共 但是我相信呢 他們是不會賣台的 但是很可惜 這種人呢 這個在台灣國民黨當中啊 不是主流啊 他們聲勢一直起不來 所以說這個叫做啊 黃中毀氣瓦虎雷鳴 真是讓人呢 這個很著急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啊 就是柯文哲上台 雖然這種可能性很小 那以前柯文哲啊 這個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不需要在統獨問題上表態 但是競選總統 你一定要對國家這個台灣的國家定位做出明確表態啊 一表態了 你不被化歸為藍營就要化歸為綠營 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如果他被化歸為藍營了 藍營的選票啊 就會分流 綠營就會得勝 如果他化歸為綠營了 那麼綠營的選票啊 就會分流 藍營就會得勝 所以說他是個重要的人物 會影響到台灣下一次的選情 那甚至是可以起到決定性影響 但是呢 他本人就沒有這個當總統的命 總結一下啊 中共現在啊 是面臨巨大危機了 那為了應對危機 他一定要實行北韓體制 為了建立這個北韓體制 他們一定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 那綠營執政呢 中共會奪取金門馬祖 會騷擾台灣 台灣會受到損失 但是呢 台灣本土啊 本島保得住 如果是藍營執政 親共派執政 中共啊 會先合同 然後再武統 台灣就保不住了 很多台灣人呢 他是不相信有戰爭的 那大家太平時間過得太強 太長了 不相信了戰爭會發生 但是呢 就在這個時候戰爭最容易發生 我記得前不久 有蔡英文曾經在一個會上說過啊 他說搞不好啊 這一次台灣選舉 大家如果選不對人 這就是最後一次選舉 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在歷史上很多個國家滅亡了 很多人民遭殃了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大家沒有意識到戰爭的危險 古人早就總結過了 天下衰平 望戰必危 現在台灣很多人呢 就忘記了他們還有一個敵人叫中共 天天幻想著 還和中共做生意 這種台灣人真是太多了 台灣真是太危險了 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說台灣呢 既不遭受普通的損失 也不會遭受滅頂之災 讓中國不會發動戰爭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 有 那就是中國先爆發革命 前面說過了啊 現在中國呢 這個老百姓呢 是怨聲載道 很多這個老百姓的抗議 只要把這些抗議連成一片 他就變成了革命了 就發生民變 兵變和政變了 這個時候啊 中共就會瓦解 中國就會走向民主 這個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發動戰爭 台灣就會安全 現在革命和戰爭是在賽跑 如果中共先發動戰爭 那麼革命就很困難 如果是老百姓先發動了革命 那麼中共啊 就沒有機會 這個發起戰爭 我們現在這個全民共振平台啊 就是動員這個街頭革命啊 顏色革命的一個平台 那有關於我們這個平台的信息呢 大家可以在一個電報 就是Telegram的頻道上面 全部都了解得到 所以我會把電報頻道貼在我這個視頻的下面 我們也有電報群組 也希望大家加入 電報是個非常安全的軟件 大家下載下來安裝下來 我希望大家一起來 來商討 這個促進中國民主化的這個道路 無論你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還是在香港 還是在世界各地只要願意推動兩岸的這個和平民主 大家就一起來努力 我們呢 在這個頻道上面 在這個群組裡面等著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現在新朋友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這個頻道 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再見 再見